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感謝你們 來玩我們的KOFOSTAR 上一期抽了981點娜 這一期就來試玩一下這一隻 好的 那我們知道我們超級任務又開了一個AS超級任務2 2一樣是可以選這個這個券啦 這個選擇券 AS超級任務格鬥家選擇券 一樣有他的特殊卡 那這個我之前已經有講過嘛 那因為這是第二坦嘛 第二坦又可以再選一隻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因為有一些人還是會問說 那他再來想要選什麼比較好 上一期大部分人的建議 包括我的建議都是選酷拉啦 酷拉可愛嘛 然後效果 整體打起來也不弱 核心啊什麼的都還不弱 那第二隻的話 如果你沒意外的話 我覺得這幾隻都可以看一下 我來稍微看一下 這是針對萬聖節格鬥家的嘛 這隻 其實這隻安琪強度我覺得也OK啦 他還是有中毒的效果 這也是針對紅屬性的 那應該就是 這是藍屬性 所以說沒有什麼好的隊長技齁 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隊長技是比較好的 從這邊看不準 因為這個是五星 那這樣好了 我稍微把這些記住嘛 有萬聖節啦 然後有聖誕節 聖誕的 然後新年的 情人節的 夢遊仙境的 泳裝 然後漂亮 漂亮有兩隻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看好了 我稍微帶過 稍微帶過 然後再來講我們的九八雅電娜 稍微帶過看看 因為每一隻我都玩過啦 只是有些是我以前小號抽到的 拿來我玩這樣子 好 我們就這樣看過來 馬球亞應該普普 普普 如果你喜歡馬球亞這個火辣身材的話是OK的 那 雪魯蜜也是啦 雪魯蜜也是玩起來普普的 然後我看他的那個隊長技很普通 我們現在要挑的是有好的隊長技能 然後這個的話也還好 聖誕百合 攻擊25% 而且是針對聖誕節的 我覺得還好 但是他有這個減細年7d7秒 勉強吧 勉強 那 乘可汗 防禦型格洛加HP加35 攻擊加35 不OK 至少我覺得不OK 雷歐娜的話也還好普通 平衡型的 那這隻微譜呢 微譜 還OK啦 直屬性的 加40% 如果你缺直屬性的話可以考慮一下 40% 那新年機師普通 那這送的不用看 安迪不用看 拜師喔 30% 我們現在要的是45%或50%比較好 理論上就只有泳裝那幾隻啦 但是我就是再把它review一次 稍微看一下這都不好 我們現在因為強度 每隻強度其實我都覺得差不多啦 那既然每隻強度都差不多 如果你有特別喜歡 當然就換他嘛 那如果你沒有特別喜歡的話 當然就是選隊長技 至少有用處嘛 這一隻好像是 我怎麼記得大家都有啊 是不是活動有送啊 怎麼記得這隻好像每個人都有啊 那這隻也可以換到是不是 那攻擊力加55%我覺得可以啦 如果你有雅典娜夢龍仙境的角色比較多的話 你想讓他當隊長也OK 那百合是防禦型格鬥家 這個OK 這個很好 這很好 如果你沒有防禦型格鬥家的隊長技就換他吧 因為 攻擊防禦技術 平衡嘛 攻擊防禦平衡 只要有這種的就一定要換啊 像保羅是攻擊型的 那百合是他嘛 然後還有一個平衡型的是最近出的 那我們繼續 那雅典娜的話是萬用型的隊長技 所以如果你 真的想不出來的話就換這一隻吧 夢用仙技雅典娜 然後雅典娜普通攻擊最後一下會脫衣服 我待會可以展示一下 OK 那法尼莎本身強度是不錯啦 我這隻也可以選 我覺得這隻也可以選 這個綠屬性的格鬥家 我覺得也不錯 帆妮莎 這隻女王帆妮莎 夢用仙境 那泳裝系列的話 泳裝虎雖然他穿的比較少但是隊長技就OK 普通 然後他當打手的話可以 免疫 灼傷然後回復HP 就是說打財宗那一關的話如果你戰力不夠或是BUFF不夠的話可以用他當打手 一開始的時候我是用他當打手啊還蠻好過的 那泳裝骷髏就是藍屬性50%囉沒問題 這個可以選 我們現在是挑隊長技能嘛 那泳裝安琪的話 一般 各半 攻擊防禦各半然後這K是綠屬性50%吧 也可以選 那比例的話就不 不建議選了啦強度普通然後隊長技也普通 那7加射OK 隊長技能50% 我們就一直一直看 是不是都看完了我們回來看一下那個券 券的部分 萬聖傑已經不考慮了嘛萬聖傑這次因為酷辣已經選了嘛 萬聖傑酷辣派對萬聖傑派對酷辣 那 以隊長技來說就是白河 白河 然後 夢遊仙境安 OK如果你想要用夢遊仙境的話 更正一下不是這個白河啦說錯了不是這個白河是夢遊仙境白河更正 是這隻白河 這隻白河是防禦60%防禦型格洛加加60%攻擊力 這邊是5星啦不准 然後這個是45%萬用型格洛萬用型的隊長技 像這隻我有 但是我還沒練 對 這隻是萬用型的 那法尼伊莎也OK 綠屬性的 隊長技 再來就是泳裝酷啦泳裝K 大概是這樣 那再來就是七加色直屬性 50% 這是5星的所以是40% 那以隊長技來 就是說你第二隻可以挑選你缺的隊長技能 看你要防禦型的還是 那個 各種顏色屬性 或是萬用型的 雅典娜 大概是這樣 還是針對 針對那個活動 針對夢遊先進的 OK 那 給大家參考啦 因為每隻強度其實我都覺得差不多 沒有特別強的 因為 搶的卡大部分都要紙卡以上 那 沒有紙卡就一般了 就很一般了 就比較一般啦 好的來看一下九拜阿典娜 九拜阿典娜 他 呃傷害很低啦 真的傷害很低 然後也沒什麼特別強的地方 但是有網友說 如果在限定 限定格鬥家 對戰的時候 他可以 他可以一直狗活就對了 他的意思是這樣 然後配合那個 配合那個什麼 銀魂的一個 加騰勳是不是 淨騰勳啦 銀魂有一個淨騰勳 因為淨騰勳的話 貝達會回血 然後再配 我猜 我猜可能是配合這個隊長技吧 每秒再回3% 回2%這樣子 但跟大蛇不能比 大蛇是1秒回1.6%嘛 大蛇那個比較OP 然後他這個是隊長技 大家都能用 如果你配合他的話 應該會回得很開心吧 那前面的我們就不看了啦 因為都 很一般啦 也記不住 看過就忘了 輪替出場時 可以幫自己外隊員 全部恢復5% HP 然後使用超必殺可以恢復所有隊員 HP10% 這個如果在同時有很多隻角色在場的話 放這個應該蠻厲害的 那技能的話我真的還蠻無言的 真的還蠻無言的 怎麼說因為我根本連不起來啊 沒辦法連招 然後三個進來都是打擊技能 看起來都像氣功都像掌風 然後都是近距離的 首先第一招就是 他會 在他前面放出一個 那個嘛 氣功波嘛 要持續性 然後 技能2的話是超近距離的 超近距離 而且不是投資技喔 打起來像投資技但是其實不是投資技 待會打了你們就知道 那技能上就是 衝去就要衝回來 然後你就不能接招了 而且距離也很近 然後衝去衝完會留下一個氣功 一個很像鏡子的氣功在那邊 長條狀的氣功 那CD都很久啦不用看了 13秒 12秒 然後這個8秒 你告訴我要怎麼接招 接不起來啦 真的接不起來 我剛剛接了好久都接不起來 厲害的人可以告訴我怎麼接招 如果你有這隻的話 那打手的話就是回復HP啦 每秒 10秒嘛那就是回30% 好強喔 這個大概是我目前看過回最多的吧 如果你拿他來當打手 這邊的話回復30%嘛然後核心的話這邊 輪替喔 他輪替下來的時候 那我不知道 這怎麼計算 打手應該不算輪替吧 這個30% 這個30%大概是我目前看過最多的 所以說 你用他的話應該 新手用他的話 假設你是新手玩家 以前我都是用那種回復 叫下來然後立刻回復10%11%然後我就很開心了 就可以撐住了 那人家現在有這隻 10秒30% 因為每秒3%嘛 所以新手如果有這隻的話 再打一些時事任務 需要回復的地方 我覺得用這隻可以保命 還不錯喔 這個大概是我目前看到的亮點吧 這隻角色的亮點 就是這個 唯一亮點 最突出的地方 那緣分的話我真的不知道要配誰啊 因為都差不多 就沒有特別厲害的 因為沒有減CD我都覺得不好 都覺得很普通 所以應該是沒有建議 好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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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講那個 AS的那個 這個卡片 選擇券講了花了一點點時間 那一樣吧我就打一場就好 我就打一場然後會打很久 真的會打很久 因為沒傷害然後他很會回血 所以幾乎 不太會死 不太會受傷 雖然我戰力很低才1萬1 然後把剩下的雅典娜都放上來 然後看一下喔這個戰力怎麼樣 1萬喔 我們把那個 這張 雅典娜的特殊卡換過來 這張是那個三氣的是不是 看一下對啊三氣的 水晶追射EX可以露出我們的小酷酷 待會可以來放放來玩玩看 然後 水晶追射EX可以露出小酷酷嗎 然後這個夢遊心境雅典娜普通攻擊可以脫衣服 然後我這個 我這隻也不黃多亂也可以脫衣服喔 待會來玩給大家看 好來吧 我應該 就讓他用隊長技好了 麻功雅典娜 哈哈哈哈輸他 等一下打沒關係我去故意的 你看我會回血 你看我會回血 欸我回血我回血 我滿啦我不怕你啊 還打我啊 打我啊 這就是他厲害的地方啊一直回血 然後他防禦的話還可以減30% 核心上面有敘述但是我剛剛沒有講 就人家打不死你啊如果人家攻擊力不夠的話 你在那個 你在那個 武鬥戰的時候有沒有限定KF角色你就用這一隻有沒有就在那邊狗 狗且偷彎 血又滿好我們來試招 然後 第一招的話就是持續性氣功 好還稍微飛起來 然後第二招是近距離的 好按掉了沒關係 好第三招是衝過去 然後又回來 然後留下一個氣功 大概是這樣 這技能樂 他還打不到很爛 所以我就覺得這隻很尷尬啊 三個技能我不知道怎麼接 非常獨立 然後我被打也沒差反正等下水又滿了 好來看一下 水晶追射沒有EX 看一下我們的 泳裝 就這樣泳裝 看完啦 那來看一下 這一隻 這隻普通攻擊也可以脫內衣 最後一下 有沒有 一樣他們都穿紅色內衣 然後這一隻他的 小褲褲是那種 比較大劍的 所以說如果沒有這隻的人也可以換啦 我覺得因為他是萬用型的隊長技能 而且雅典娜也滿可愛的 好我們來換另外一隻 這個是祭典亞典娜基本上 可以做得出來只要你認真打的話 接招的話我覺得還OK啦 以前我有玩過一下嗎 我覺得還行 雖然也不是說差好接 差好用 好來吧 看小褲褲 水晶追射EX 這個我們 祭典亞典娜常常看到 剛剛應該有看到吧 一點點而已 OK 回來我們這一隻 超難用的 我不知道怎麼用 大家就123吧 你不看可能321因為3 3衝過去又衝回來你就不能接 大概123 1嘛 打到他都會飛起來 然後掉下來的時候再接2 然後2完再接3 好讓你看一下我的 這個要很近喔 這個範圍超近的 我覺得他這個 判定好近 他打不到好慘喔 技能3可以補血 超能力9EX 他講中文喔 他怎麼過啊 判定輸他好弱 好弱啊 好弱啊 這個判定真的有夠弱 叫我青蛙少女出來 他我想的到就是123而已 反正他起來會霸體嗎 霸體的時候我用這一刀 弄他 弄不住 天啊 距離超短 沒辦法 反正他打不死我 你們應該有發現我的血還是滿的吧 走一走換一換又滿了 然後CD 28秒 超超奇怪的 近了28秒 其他都123秒 也太久了吧 哇被他跑掉了 很奇怪喔 真的很奇怪 你還是要練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一隻 這隻 不簡單啊 他的玩法不簡單 就跟你 跟你平常玩都不太一樣 你不要看我這樣好像 還可以 但其實我是覺得非常難去玩 這只能123嘛 因為3是衝去又衝過來 不一定打得到耶 他抓那個時間差我還抓不太大喔 好 大概是這樣 等一下我的血是滿的喔 他自己一直回血啊 好啦就好玩就好好玩就好 也要點娜嘛 喜歡他的話就收集 反正那個 150塊台幣是不是 就可以馬上拿到啦 跟那個紫卡不一樣 紫卡可能要花很多錢 OK OK那 大概就這樣嘛 就講了兩個 講了抄襲任務的那幾隻 針對你想要換的隊長技有哪些 然後再考慮一下你自身缺的隊長技是哪些 來換 那 麻公雅典娜的話 就 比較一般啦 真的玩起來很一般 你那些接招要練一下 沒那麼簡單 不像其他那種接招隨便接都行 OK那就先這樣囉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那我們下期KF再見 大家拜拜